养了我18年的继父身患重病,等着我拿钱给他救命 我却熟视无赌,转身就把钱给了对我不闻不问的亲生父亲 让他拿去还赌债 亲生母亲对我发起了全民直播审判 一旦罪名成立,我不光会失去所有的财产 就连我本人是生是死,也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 我妈说,只要你出钱给你爸爸治病,我就会撤回审判申请 否则的话,他话还没说完,我就在告同义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 妈,现在就算你想撤回审判申请,也没有办法了呢 一,出现在审判大厅的时候,我全身名牌 就连头上戴着的发卡,也要8万人民币 审判大厅的电子屏幕上弹幕狂飙 这姐也太有范儿了,我竟然要一眼爱上这个被告人 楼上是眼狗,鉴定完毕 这女的全身上下的行头,加起来要超过50万了吧 她把80万的医药费都不肯掏 果然是越没有良心的人才能活得越好吗 她继父把她养大,供她上学,还送出国读书 辛辛苦苦养了个白眼狼 这姐们怎么敢这么耀武扬威,嚣张跋扈的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大概仗着原告是她亲妈 就算罪名成立,也不忍心把她怎么样吧 这就是全民直播审判的现场,完全透明公开 如果被告罪名成立,法庭会支持原告提出的所有诉求 哪怕被告只是偷了一颗葱一头蒜 只要被告败诉,哪怕原告要让她付出生命的代价 法庭也会无条件支持 我看向原告席上作者的三个人 我的亲生母亲唐晓离和继父陈唐宇都带着痛惜的表情 他们两个人的女儿沉露,或许是因为年纪小不会演戏 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电子屏幕上弹幕继续狂飙 这亲妈和继父的表情怎么都还带着惋惜的感觉 对呀,亲妈惋惜还能理解 继父惋惜是为什么 要是我养出来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我只会想掐死她 也许继父是心疼亲妈吧 没看到继父的眼睛总往亲妈的身上飘吗 看来是真爱了 要不然的话也不可能对继女这么好 还送出国读书呢 小女儿的表情很幸灾乐祸哎 会不会这件事背后是有原因的呢 一个女儿是亲生的 一个女儿不是亲生的 真的能一碗水端平吗 沉露也看到了一条一条的弹幕 他生气的对着摄像头喊 我爸对宋清白比对我还好 他那么有钱 却不肯拿出来给我爸治病 看到他现在被审判 我幸灾乐祸怎么了 审判结束后 我还要放烟花庆祝呢 沉露的表现就像个毫无心机 又略带骄纵的小公主 一番话下来 反而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看到自己讨厌的人倒霉 当然要幸灾乐祸了 不幸灾乐祸 还要去帮他一把不成 不虚伪不做作 小妹妹的性格我喜欢 沉露看到大家的反馈 冲着我骄傲的抬了抬下巴 法官再次向双方确认 原告方的诉求 是要求剥夺被告所有的财产 被告对本庭的要求是 按照最新通过的 全民直播审判条例进行审判 听完法官的话 唐小离跟陈唐宇凑在一起 说了些什么 沉露却催促着赶紧开庭 还等什么 还不赶紧开庭 我要让所有人看看 他丑陋的嘴脸 让他千夫所指 我也坚定地看向法官 请开始审判吧 弹幕 哟 嘴还挺硬 哈哈 这姐姐是不是不知道 还有投票处决的环节啊 是啊 只要我们大家要求处决他 就算他妈是原告都没有用 上次那个一开始 也最硬的厉害 结果后来到投票处决的时候 都直接吓尿了 跪下来磕头 也还是逃不过死路一条 全民直播审判 专制最硬 哈哈哈哈 二 审判开始 屏幕上显示我的第一条罪名 年少时污蔑亲生母亲偷情 害母亲差点被亲生父亲毒打致死 与此同时 另一侧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相关的证据 我的亲生父亲林健出现在屏幕上 他是我妈找来的证人 大家好 我是林圆圆的亲生父亲 林健 他刚做完自我介绍 弹幕直接炸了 怎么回事 林圆圆不是给了林健很多钱 让他去还赌债吗 对啊 林健怎么会是唐晓黎那边的证人 笑死了 以为自己有血缘的亲生父亲是好人 结果拿钱为了狗 这算不算报应啊 要是肯拿钱给自己的继父治病 也不至于站在审判席上了不是吗 被告的经理说明 眼瞎要不得 对于这些弹幕 我视而不见 我专心致志看着屏幕里我的亲生父亲 感谢他出现在这里 没有让我失望 他可是我调动观众情绪的第一步呢 林健缓缓地说 我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而我当初服刑的原因 是我殴打我当时的妻子唐晓黎 我打断了他四根肋骨 其中一根肋骨插进肺里 后来造成感染 唐晓黎危在旦夕 在特护病房住了四天才捡回一条人命 我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在监狱里度过了七年的时间 我知道这是禽兽一般的暴力行为 我也不敢为自己辩解 但是我当时之所以会下手这么重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的女儿 今天的被告 林圆圆告诉我 她妈妈跟别的男人偷情 说得会声会色 我不相信一个小学生会说谎 暴怒之下 这才不管不顾动手了 当年林圆圆只有七岁 谁能想到一个七岁的小孩子会说谎呢 后来警察告诉我 唐晓黎那几天连除了去菜市场买菜 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见过面 我才知道是林圆圆害了我 至于我的赌债 其实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事 是林圆圆找到我 让我说我有赌债 不还的话就会被债主断手断脚 再加上我是她亲生父亲的身份 这样就能有了不拿钱 给她继父治病的理由 我当时假意答应 原本想把这个钱交给陈唐宇和唐晓黎 但是他们夫妻拒绝接受 他们说要用正义的手段 让林圆圆履行自己的义务 所以今天我才会出现在这里 为唐晓黎作证 我希望林圆圆通过这次审判 能学会知恩图报 而不是忘恩负义 林健的话说完了 原告习上 唐晓黎已经哭得快要昏死过去 她抬起手指哆哆嗦嗦地指着我 你小小年纪就会说谎 往我身上泼脏水 差点害死我 你亲生父亲因此入狱 我已经原谅了你 我以为这是你最后一次犯错 是我错了 原来这仅仅是个开始 林圆圆 你就是个天生的坏重 陈唐宇抱着她安慰 陈璐也红了眼圈 妈妈 我没想到你还吃过这么多苦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啊 爸爸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 所以你才会对林圆圆那么好 甚至对她比对我还好 说着说着 她还委屈地抽气起来 陈唐宇滴滴叹了一口气 这些其实我都知道的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爱她 把她当作亲生女儿 她就会被我感化 我面无表情 看着前面几个人惺惺作态 此时探幕已经炸了 什么 六岁就知道这样 污蔑自己的亲生母亲偷情 高智商的天生坏重 天哪 开眼了开眼了 这姐姐的打扮 还真的有那个味儿 试图感化天生坏重 笑死我了 这一定要投票处决 否则我第一个不同意 同意楼上 一定要投票处决 潜在的隐患 危害社会 我看着要求公开投票 处决我的票数 早已超过了在线人数的30% 法官也注意到了 她例行询问唐小黎一家三口 原告 现在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希望公开投票处决林圆圆 作为原告 你是否同意 唐小黎好像被法官的话吓住了 她正正的愣了好一会儿 一改刚才几乎像吃了我的样子 弱弱的 又带着几分痛心的说道 其实当年也不能全怪林圆圆 当天是我没有给她买 她最爱吃的草莓面包 她才会这么做的 毕竟林圆圆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只是希望她能够救她继父一命 并不想置她于死地啊 配合唐小黎的话 屏幕上出现了当年警察的调查笔录 面包店的阿姨说 中午的时候 唐小黎跟圆圆是在这里路过 圆圆想吃草莓面包 唐小黎没给她买 一份份材料都成了铁证 弹幕再次掀起高潮 都这样了 原告还不同意投票处决 慈母多败儿吧 原告我真的要气死了 这种女儿不掐死还留着过年吗 圣母 一家子圣母 屏幕前的我磨刀霍霍 我要伸张正义 我看到唐小黎低下头去 我知道她在偷笑 这招以退为进用得实在很好 现在要求投票处决我的人 已经增加了10% 法官转向我 声音威严又庄重 被告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抬起头 对着法官说 当年去跟我爸告密我妈偷情 是我妈唐小黎指示我去的 三 一时激起千层浪 唐小黎第一个喊出来 林远远 当年你也是这样跟警察说的 警察都认定你撒谎 过了20多年 你竟然还玩这套说辞 说着 屏幕上出现了当时的证词 林远远称 向其父林剑告密其母唐小黎偷情 乃是唐小黎指示 但是 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说法 唐小黎看到屏幕上出现的证词 顿时底气更加充足 你就是个撒谎精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 你以前污蔑我 差点害我丢了性命 现在还要污蔑我 难道你非得害死我才满意吗 法官制止了唐小黎的咆哮 被告林远远 你有证据吗 我微微摇头 没有 唐小黎再次尖叫起来 我就知道 她没有任何证据 要不然早就拿出来了 还等到二十多年以后吗 林远远 你就是个撒谎精 你就是来讨债的 弹幕也纷纷硬喝 没有证据啊 就是胡编乱造了 好搞笑 怎么会有人让自己的女儿 去到处说自己偷情啊 边瞎话也不知道边好一点 醉了醉了 这姐姐是不是不知道 什么叫全民审判法庭 就这姐姐的脑子 是怎么做到公司高管的 听说还是个高材生 看得懂题目吗 要求投票处决我的人又增加了5% 法官看着我说 既然没有证据 那就根据最新的全民公开审判流程 提取被告的记忆吧 唐小黎呆住了 什么提取记忆 法官耐着性子解释说 开庭前 被告林远远要求按照最新的全民公开审判流程审理此案 根据最新流程 若当事人无法对自己的证词提出有利证据 可以要求提取自己的记忆来佐证自己的证词 唐小黎惊了 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流程 以前怎么没有过 他惊慌失措 立刻引起了观众的质疑 原告为什么这么着急 难道有隐情 是啊 看着被告信誓旦旦的样子 原告这么惊慌 好像有情况哦 法官说 这是一项新技术 目前并不成熟 可能会有严重的副作用 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之前并没有人同意使用这项技术 所以你才没见过 唐小黎似乎抓住了画柄 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那不行 我不同意 林远远虽然罪该万死 但是我作为她的亲生母亲 并不希望她受伤 我不同意在她身上使用这项技术 唐小黎低头跟另外两个人说了什么 陈唐宇和陈璐也都站出来表示反对 我一直把圆圆当作我的亲生女儿 我不忍心看她受到伤害 我也反对使用这项技术 我爸妈最疼圆圆姐了 要是她受伤 我爸妈一定会很难过的 我也不同意使用这项技术 弹幕里有人质疑 有人感动 我冷笑着开口 全民公开审判 被告随时有可能被发起全民投票处决 一旦罪名成立 投票结果必须执行 目前每一个全民审判的被告都难逃一死 你们既然连我受伤都舍不得 那为什么会把我送上全民审判的被告席呢 舍得我去死 却不舍得我受伤 还是心里有鬼呢 弹幕再次挤满屏幕 虽然但是 被告小姐姐逻辑满分 这个被告跟以前的被告都不一样呢 有没有人发现 原告是不是真的心里有鬼啊 被告也太不是好人心了 若不是真的伤心 谁会把自己的孩子送上被告席 同一楼上 也许被告就是吃死了原告不忍心看着他受苦 才提出来接受记忆抽取呢 这样我们就会对原告产生质疑 被告就为自己争取了一线生机 有道理 我听说天生坏种都是高智商 对 不要被被告迷惑 法官宣布 记忆抽取只需经过本人同意 其他人反对无效 我坐在机器前面 任由工作人员在我的头上贴满芯片 撕心裂肺的疼痛之后 我陷入虚无 我的相关记忆被投射在大屏幕上 四 六岁的我跟妈妈唐小黎一起路过面包店 我蹦蹦跳跳的跟唐小黎说我考了满芯 她答应过给我买一个草莓面包 唐小黎似乎有些心烦意乱 她一把把我推倒在地 考满芯怎么了 要是我不送你去读书 你能有机会考满芯 哪来的脸跟我要东西 人家别的小朋友都跟爸爸撒娇 你一看到你爸就躲 你爸爸都不想回家了 丧门行 我哭着便捷 我害怕爸爸是因为爸爸总是打妈妈路过的人 投来一样的目光 唐小黎丢了面子 拽着我飞快地往家走 胡说 小小年纪就会撒谎了 我跟你爸好得很 你爸哪里打过我 是的 唐小黎最喜欢的 就是营造自己家庭幸福美满的人设 可是明明我说的都是实话啊 这时候 屏幕上投射出的是我看到过的 零件家暴唐小黎的片段 残暴又血腥 即便是沉入虚无的我 都听到了现场的唏嘘声 画面一转 唐小黎在家里看言情剧 剧中男主角看到女主跟男配走到一起 打翻了粗坛子 我追了回来 二人重归于好 唐小黎若有所思 把我叫到跟前 远远 你去找爸爸 就说你看到妈妈跟别的叔叔在一起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 唐小黎诱惑着我 只要你把爸爸带回家 妈妈就给你买很多很多草莓蛋糕 我心动了 于是我跑到零件经常打牌的地方 冲着零件大喊 爸爸 我看到妈妈跟别的叔叔在一起了 顿时 零件黑着脸跟我回了家 对着唐小黎一顿胖揍 唐小黎被打得很惨 肋骨打断了 戳尽了肺 命悬一线 我看着满地的血 哭着喊着找邻居帮忙 把他送进医院 又跪下来求我外婆 我外婆才肯给他垫付了医药费 后来 我外婆找唐小黎要钱的时候 唐小黎说 谁借的谁还 我没有钱 每天放学后 还有周末被外婆抓去舅舅的餐厅打工 用了三年时间 还了那笔债 而唐小黎也终于清醒过来 她不是鼠里的女主角 零件更不是《言情小说》里的男主 唐小黎因为差点死去对林剑死了心 用自己的伤势 把林剑送进了监狱 顺带争取到了大部分的夫妻财产 而我 成了林剑争取减刑的那个机会 她说我是始作俑者 唐小黎要求我对警察撒谎 可是老师说过 不能撒谎 最终我对警察河畔拖出 却没有任何证据 唐小黎顺带把我这样做的缘由 推到了中午 她没有给我买草莓面包上 记忆播放完毕 我脸色惨白 从虚无中醒过来 第一时间看向屏幕 弹幕已经反转 唐小黎 好恶心 蠢女人 看言情戏看多了 真把自己当女主了 以为男人会为她吃醋 吃醋的前提是爱你 不爱你只会觉得你丢人啊 心疼被告 童年中竟然还有这么一段 我要取消全民投票处决 我觉得后面没准还有反转 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同意同意 不过主要的人员是陈唐宇和林元元 陈唐宇养了林元元18年 林元元不肯给陈唐宇治病 都是事实啊 我看着网友的评论又扔出一句话 妈 我当年想要草莓面包 是送给你的 我知道你爱吃草莓 唐小黎见自己被戳穿 网友和观众的指责 已经让她承受不住 她脱口而出 你不是也爱吃吗 少拿我当幌子 我微微一笑 妈 我对草莓严重过敏啊 怎么会爱吃草莓面包呢 可怜小女孩期待母亲疼爱的人设 瞬间俘虏了很多观众的心 但木 天哪 戳到我了 小女孩为了妈妈爱吃的草莓蛋糕 努力考满分 结果被妈妈利用 还要打工还债 被泼污水 天哪 那些年被告是怎么过来的 不敢想 完全不敢想 要求投票处决我的人数 降到了26% 我满意一笑 不管唐小黎如何挣扎 法官的法锤落下 无罪 他们一家三口首战告败 也顾不上维护自己伪善的嘴脸 陈璐脸上最藏不住心事 她恶狠狠地说 林媛媛 你不用得意 几条罪名 任何一条成立 你都是败诉 五 第二条罪名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不知廉耻 无事伦常 勾引自己的继父 骗取上百万巨额财产 致使父母一家生活困难 艰苦度日 罪名一爆出来 弹幕立刻炸了锅 什么什么 我没看错吧 勾引自己继父 我的天哪 真的假的 很有可能 我记得又想调查表明 童年父爱缺失的人 会选择年长的男性 作为自己的伴侣 以他的成长经历来说 一个温柔的继父 很容易对他产生吸引力 我只关心 到底成功了没 陈唐宇脸上有几分难堪 陈璐更是张大了嘴巴 陈璐完全没想到 第二条指控 竟然是这样的内容 他脸色通红 结结巴巴 爸爸 这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也太丢脸了 为什么要把这件事 拿出来说 陈璐情绪激动起来 我是全程露脸的 这以后让我怎么做人啊 唐小离立刻安抚陈璐 璐璐乖 别闹 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事 是妈妈亲眼目睹的 只要林圆圆败诉 你喜欢的那辆跑车 妈给你买了 陈璐听到唐小离这么说 脸色才好了一点 她趁机提要求 还要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唐小离也一口答应下来 弹幕 这是 开始商量怎么分林圆圆的财产了吗 感觉怪怪的 但是这是不是也说明 林圆圆勾引继父是事实呢 对啊 不然不可能这么气定神闲 对 你们注意到没有 被告的脸色很难看 看来这是事实了 反转也很多啊 不着急下结论 陈唐宇满脸尴尬的开口陈述 那天下午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小离带着璐璐出去逛商场了 家里有点热 毕竟供着两个女儿读书 经济条件也不错 但是我生怕会有什么变故 平时还是很节约 我冲了个澡 出来之后 圆圆就穿着小吊带坐在了我的腿上 她那时候都已经高二了 十五岁的大姑娘了 我觉得不好 就赶紧推开她了 事后 我还教育了她一顿 这件事我本来是想要烂在肚子里的 但是命在旦夕 我的亲生女儿才刚刚成年 我还没看着她结婚生子 还没牵着她的手 把她交给一个爱她的男人 作为一个父亲 我不甘心啊 我的病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几十万而已 当年如果圆圆没有拿走那一百万 我现在也足够救自己的命了 圆圆 我不知道这些年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但是 能不能看在我毕竟养了你这么多年的份上 救救我呢 你就当做把当年那个一百万还给我不行吗 我与其微审 我勾引了你 你还愿意给我一百万送我出国读书 陈唐宇无奈地叹气 正是因为你有了这样的行为 我才不敢把你留在身边啊 万一你妈妈知道了 我们这个家庭不就彻底毁了吗 我耻笑 把我送去别的城市 送去外省不行吗 陈唐宇 我原本是希望你能留在国外不再回国的 这样我的家庭才能完整 毕竟我曾经把你当做亲生女儿看 这样是最完美的选择不是吗 唐小离和陈璐对着我目自欲裂 唐小离还抱着陈唐宇哭诉 我说你怎么突然同意她留学 发生了这样的事你竟然也不告诉我 你要是告诉我 我自然会清理门户 你今天也有足够的钱治病了 陈璐也哭得委屈 陈唐宇对法官说 法官大人 这里有我当年保存好的录像 可以证明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法庭上的工作人员接过U盘 很快大屏幕上出现了画面 跟陈唐宇说的一样 他从浴室出来 我穿着小吊带 坐到他的腿上 他裸着上半身 我甚至还用手俯过他的胸 虽然动作轻涩 但是极尽勾引 陈唐宇慌乱地推开了我 短短半分钟的录像 截止在这里 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弹幕又一次陷入狂欢 六 太不要脸了 十五岁的年纪 勾引继父 婊子都没这么下贱 看起来是清冷女神 背后竟然这么淫荡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知道技术 是不是也随着年龄增长了 我为我刚才撤回投票处决道歉 我要求投票处决 败坏伦理 拉出去打死 对啊 立刻打死吧 我忍着扑面而来的荡妇羞辱 问法官 我还能抽取记忆吗 法官 记忆只能抽取一次 被告是否有申辩 弹幕 被告还要抽取记忆 是不是不是看到的样子啊 要不然他怎么敢提这种要求 是啊是啊 我感觉还有反转 为什么不能继续抽取记忆呢 因为连续抽取两次记忆 会对人造成非常大的损伤 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呢 这也是为了保护当事人 总不能抽取了记忆 人死了 那公平正义对死人有什么用 陈唐宇自然也注意到了弹幕 他明显技高一筹 圆圆 你从小就很聪明 过目不忘 你肯定看到最新流程规定里面 关于抽取记忆的部分了吧 你知道 抽取记忆只能抽取一次 所以你故意这样问一句 误导网友和观众 你是冤枉了 让大家犹豫不决 从而达到你为自己脱罪的目的 对不对 你从小就这样 这个招数我已经太熟悉了 说着说着 他还叹了口气 表示自己的惋惜 网友立刻被这番话鼓动起来 对 原告说的对 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 被告是高智商啊 可是前面那段有反转啊 万一现在也是冤枉的呢 前面那段是唐小黎 这段是陈唐宇 而且陈唐宇如果不是有足够的证据和坦荡 哪里敢拿这种事情出来说 对 前面那段正好是被告的黑暗童年 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 很容易变态走极端的 我看着要求投票处决我的网友 已经增加到了51% 我低下头吐出一句 刚才那段视频里播放的是事实 我的话一出 网友再次炸了锅 婊子 果然是婊子 勾引自己继父 去死吧 投票投票 一投一投一投 蓝色的百分数在慢慢增长 法官看了一眼 问我 被告 你是认罪了吗 我沉默着不说话 蓝色的数字继续上升 被告默认了 靠 失望 极其失望 已投 终于 蓝色的百分数变成了红色 投票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二 这时候陈唐宇还假惺惺的祈求 求求大家 手下留情 给犯错的孩子一个机会吧 他以退为进 大家投票投得更凶了 法官的法锤敲落 要求投票处决的票数 已经超过在线人数的三分之二 一旦被告罪名成立 原告剥夺被告财产的诉求 将得到支持 但是被告的生命处决权 将属于网友 我看到唐小离一家三口 尘埃落定的笑容 他们既想让我死 又不想背上杀害亲女的罪名 所以才会拼命调动网友的情绪 达到自己的目的 法官看着我再次询问 被告 你是否认罪 不认 法官大人 我有证据 七 我提交给法庭一个U盘 点开同样是那个画面 但是是不同的视角 陈唐宇从浴室出来 我走过去坐在他的腿上 极劲勾引 陈唐宇推开了我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 是我在陈唐宇的耳边说了什么 他才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淳宇专家现场读出了我的话 陈唐宇 我在录像呢 你完了 然后陈唐宇才惊慌失措的 一把推开我 对着我喊 你想干什么 我笑得邪恶 你猥亵我多少次了 怎么这次怕了 你猜猜 我把摄像头藏在哪里了 你很聪明 不敢侵犯我 会留下证据 只猥亵我 但是猥亵 也是会留下证据的呢 我亲爹打了我妈 我妈抓住机会 让她净身出户了 你猜跟卖了我相比 我妈会不会更想要你的财产 只要我给她有力的证据 你猜她还会不会想 把我嫁给老男人 是的 那段时间 我偷偷听到我妈计划着 把我嫁给老男人 她说 高中毕业就别让林远远上大学了 最好高考不要让她参加 不行太晚了 要不直接给她办理休学吧 我没办法 只能想出对她投怀送抱的主意 录下证据 那时候我才15岁 不管怎么样 陈唐宇都是责任人 跟现在的全民审判不一样 全民审判 大家只会认为我勾引继父 忽略我15岁的事实 陈唐宇害怕我手里的证据 在我的威胁下 拒绝了唐晓琳的提议 我读完了高中 并且靠着这份优盘 我从陈唐宇那里拿了100万 逼着他送我出国读书 那时候他的经济条件不错 而且在升职的关键点 自然不会拒绝我 这就是勾引和敲诈勒索的真相 我看着陈唐宇的脸色变得灰白 你当年不是说只有这一份录像吗 为什么你手里还有别的 我花了100万 白花了 现在重点是这个吗 唐晓琳直接一巴掌扇到他脸上 你还是不是人啊 连我女儿都想上手 陈唐宇被打懵了 很快就一巴掌扇回去 要不是你女儿长得好看 你当我会愿意要你这种老女人 再说了 我对你女儿比对你还好 你会不知道我什么意思 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们打得难舍难分 丝毫没有注意到 红色的百分比数字正在急速下降 弹幕 林媛媛有点可怜 再可怜也不能勾引继父吧 楼上男的吧 根本不理解女生的处境 受害者有罪论 我要支持林媛媛 而且你们看到了 陈唐宇是为了林媛媛才娶的唐晓琳啊 我就不信 唐晓琳不知情 原告习上 唐晓琳跟陈唐宇越吵越凶 陈唐宇不管不顾 你当年想把媛媛卖给老男人 不就是吃醋吗 你护着不让卖 难道不是舍不得 网友讨论的也激烈 看吧 这俩人果然都心知肚明 林媛媛从这样的家庭中拼出来 我不敢想象她付出了多少 我要去撤销投票 我也去 带我一个 很快 蓝色的百分比数字变成了绿色 7% 我知道 我不可能说服所有的人站在我这边 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 法官的法锤落下 无罪 8 我被当庭释放 唐小丽一家三口互相埋怨着 老色鬼 出了这么大洋相 什么也没捞到 你命里就应该去死 爸妈 你们别吵了 我跟着来还以为审判结束后 我能当个网红呢 现在我肯定连门都不敢出去了 都怪你妈 出的什么扫主意 法官制止了他们一家三口的互相埋怨 根据全民公开审判法则 原告诬陷被告 击满大众 造成严重资源浪费 被告将投票处决数字 从80%降到10%以下 本庭可以满足被告 针对原告的一切诉求 他们一家三口 齐齐呆愣在原地 只是罪名不成立 原告就要受到处罚 我从没见过原告受到处罚的 法官的声音依旧严肃 因为林圆圆是第一个胜诉 并且把投票率 拉到10%以下的被告 我笑着说 谢谢你们前面那么卖力的 把投票处决数 拉到80%多呢 只有80%以上的逆转 我才能对你们行使处分权力 弹幕 好奇姐姐会不会宽宏大量 原谅原告 楼上 你看看林圆圆 像是宽宏大量的人吗 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 小姐姐 你要是原谅 对不起我们的跑票吧 有时以来第一个胜诉的被告 撒花 我看着弹幕 心中有了决定 唐小离哭着喊我 圆圆 我是你妈妈呀 我是被迷了心窍 你一定不会怪我的对不对 我以后一定好好爱你 你给妈妈一个认错的机会好不好 我索取了唐小离的生命 哪怕她跪下来求我 我也不松口 我索取了陈璐的美貌 要求她回去容貌 并且终身不能恢复 这是她最在意的东西 至于陈唐宇 我要求对她进行化学阉割 陈唐宇十分不服气 我什么也没做 就是摸了两把而已 我什么也没做啊 我是遵纪守法好公民 要不送我去监狱吧 我可以在监狱度过余生的 可惜没人听她的话 她要为自己的不检点付出代价 并且臭名昭著 唐小离临死前招任 林剑是她用我四分之一身价诱惑来做假证的 她以为这是普通的法庭 自首会有立功 我笑着说 你之所以把我送到全民审判 不就是因为一旦罪名成立 我必死无疑吗 现在你跟我谈什么立功表现 这个法庭哪有立功表现 全面审判法庭找到林剑的时候 她咬死不认 只说这就是她当年知道的实情 我想法庭申请抽取她的记忆 记忆里 唐小离联系到她 给出我四分之一身价的报酬 她爽快地答应了出庭做假证的要求 编造是我主动给她钱的谎言 她戳中了全民审判法庭的雷居 证人不许跟原告被告双方有任何联系 惩戒权依旧在我 我收回了给她还赌债的钱 并要求法庭截取了她所有的手指 没有手又身负巨额债务的赌徒 像鹰沟里的臭老鼠 跟陈唐宇还有陈璐作伴吧 陈璐哭喊着求我 圆圆姐 我可没有提起对你的任何指控 为什么你连我都不放过 我笑了 是啊 你没有对我提出任何指控 但是是谁给他们出主意 让他们把我送到这个法庭来的呢 陈璐抖弱筛康 看在我们两个一母同胞的份上 姐姐 你放过我不行吗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就是想让爸爸多活两天 家里生意失败后 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给爸爸治病 我都是为了爸爸 我只是想让你出钱 没想要你的命 我只是嫉妒你有能力而已 我笑着拍了拍她花容失色的小脸 我也只是要你的脸 没要你的命啊 我走出法庭 助理走过来跟我汇报 林总 经过这场审判 我们的记忆抽取技术正式打开了市场 已经有多家公司希望跟我们开展合作 恭喜林总 又要升职加薪了 9 我强制陈璐妇女跟林健住在一起 林健听说陈璐是提出 把我送上全民审判庭的人之后 在他身上泄愤 老子现在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别给脸不要脸 陈唐宇被阉割后性情大变 连他的亲生女儿都不管了 他就这么看着林健欺负陈璐 还要损伤两句 当初要不是你提出来那个馊主意 我们谁都不至于此 陈璐晚上把破了皮的电线搭在了俩人的手腕上 后来陈璐紧张 想要去试一下他们还有没有气息 一不小心接触到了他们的身体 三个人就这样一起死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在逛街 突然迎面一个博主走过来 对着我对脸拍 宝宝们 你们看我抓到了谁 是第一位在全民审判中胜诉的被告哦 林圆圆小姐姐 我代表宝宝们采访林圆圆好不好 不带我回答 博主的问题就抛了过来 林姐姐 当年你被沉堂雨那什么时候 有没有产生过冲动啊 我摘下太阳镜直视镜头 女孩们 如果你们被伤害 被侮辱 请记住 这不是你们的错 是那些伤害侮辱你的的罪犯的错 请不要为此自卑 如果有人拿你的精力来取笑你 请按照我的方法来做 不要躲避 正面回击 博主兴奋不已 所以是可以正面回答吗 我点点头 然后拿过他的自拍杆 把他拉到镜头前 卯足了劲 给他两个大鼻斗 够不够正面 嗯 不够的话 我还能辛苦一下 晚